男人出轨老婆闺蜜 被忍无可忍的丈母娘拉着来到父母家 海洋母亲一副痴人的架势吓坏了亲家公 可恶婆婆却没那么好对付 不管什么原因 儿子被弄成这副样子就是不行 并且自己还没对媳妇动过手 但韩妈妈这次非要给海洋出气 两人的争吵越发不可收拾 恶婆婆没想到韩妈妈这么难对付 说如果海洋表现能够好一些 自己儿子就不会做出那些事了 次元听后陷入了沉默 财阀却制止了妻子 并随后跟韩妈妈道了歉 毕竟事情是次元搞出来的 但现在没有找到挽回海洋的机会 韩妈妈却说他们都住在一起了 恶婆婆却给恩江打了电话 接通就是一顿狂骂 恩江本想解释一番 没想到静说的如此难听又改变了想法 既然这样那就谁都别想过好日子 这边财阀又让司机出主意 因为他想彻底解决次元的事 但是女人却称父母都已经过世 所以他今天将对方请了过来 可老父亲没想到静是自己的大女儿 恩江也很快发现了是爸爸 但很快他选择了继续错下去 父亲为了保护女儿 却说这种事要单独骂才更有效果 听到他的承诺后 财阀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现场 可老父亲拿杯子的手却颤抖了起来 这里简单说下 恩江的妹妹恩山在工作中认识了次元的姐夫 两人日久生情很快就在一起了 他们家里也是刚刚知道此事大闹了一场 两个女儿竟都成了家里的耻辱 真的是祸不担心 两人一前一后走在河边 谁都没有去打破这个僵局 但看着步履蹒跚的父亲 恩江心里还是非常不是滋味 可他并不想做出退让 父亲为自己的教育失败感到自责 两个女儿都走上了不归路 此刻恩江终于流下了泪水 他回去告诉了妻子女儿的事 感叹一点都不了解他们 母亲没想到这么离谱的事发生在了自己家 可随后想起女儿的未来 他又开始担心不已 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 为了女儿能够活下去 他们决定要改变自己 于是布置了一场家族大会 姐妹俩初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吃饭时也一直处于欢声笑语中 父亲更是扬言会帮他们挡住所有外来的伤害 就这样一家人因为血缘关系化解了矛盾 这边恩江为了能够嫁入豪门 将自己打扮成富家千金海洋的样子 不仅从长发变成了短发 指甲更是涂上了艳丽的红色 可这些显然还不够 他还特意模仿海洋的行为举止 可假的终究是假的 他扯掉了假发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边次元将他约了出来 他是替韩妈妈来道歉的 虽然之前心里有点怨气 可男人握着他的手说抱歉的时候 那些往事便已烟消云散 恩江更是表达得直接我很想你 次元听后知道该出手了 并且恩江的眼神也在鼓励着他 可手还没够着却接到了电话 当年帮助过他的教授身体出现了问题 每年几个朋友都会带着爱人去教授家聚会 恩江本来还带着期许 可为了面子次元还是选择了海洋 这让恩江的心碎了一地 但他还没有死心 晚上他买了零食来到次元家 看着精心打扮的男人 他的心蹦蹦跳跳都不停 可男人却再次伤害了他 像打发乞丐一样给了一些钱 接着自顾自地离开了家 他发现所有人竟都在可怜他 也就在半夜的时候 他又看了一眼桌上的钱 心里顿时更加记恨他们 脑中也开始了胡思乱想 并且想象越发不可收拾 实际上次元与海洋去了教授家后 便选择了分开 海洋同意一起去 只是因为教授曾救过妈妈的命 次元回家看到恩江正在喝酒 还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说次元也认为 他是随便给几个小钱就可以任意使唤的女佣 次元严肃地解释自己没有那种意思 让女人不要多想 恩江不知道自己在他的眼中算什么 是发泄情绪的垃圾桶 还是偶尔用来找乐子的玩具 他已经受不了这种敷衍的态度 次元听后将结婚戒指狠狠拔掉 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其实他很早之前便对恩江有想法 甚至想过一起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他的话令恩江立马沸腾 可次元现在还不能立马做决定 恩江知道只能自己去争取了 于是他借着酒劲去找了海洋 今天他要将所有事情说清楚 这是海洋二十年来第一次给他倒水 他们来到上次的茶楼谈话 恩江直接说了海洋践踏他自尊的事 海洋却说跟任何人都会开那种玩笑 可当客户说他笨手笨脚时 为何不解释自己是女朋友呢 海洋说是因为会引发太多的事 但只要给钱就能使唤的庸人又是怎么回事 看到海洋没有回答 恩江问他这是介绍已婚男的理由吗 往事一渐渐地被翻了出来 虽然海洋不断地解释着 但恩江总有其他理由反驳 可海洋认为毕竟所有跑腿都付过工钱 他没想到恩江竟是这样的人 当恩江说到是次元主动的时候 海洋一把姜水泼在他的脸上 原来恩江当年与次元有来往 可海洋发现后立马要了电话并开始谈恋爱 甚至还迅速结了婚 海洋被说得哑口无言 但海洋却告诉他就算不是我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 而海洋想走时恩江却将他紧紧拉住 告诉他自己现在什么都不怕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随便 海洋有点不懂他的意思 恩江却说他心知肚明 海洋又是否会满足他的请求呢 半夜的时候次元给恩江打了电话 一直对他说着抱歉的话 怪自己没有底牌可以做出选择 却不想电话被妹妹一把挂断 第二天男人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让他赶紧出来一下 可凑巧的是刚好与赶来的韩妈妈错过 来到家中看到散乱在地上的衣服 他立马脑补了下画面 顿时让他怒火冲天 可打开门一看房间里却并没有人 这边次元见到恩山就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斥责他如果不能给姐姐幸福就要断舍离 不要整天拉拉扯扯的最后是一场空 之后次元回来后却看到家里有人 韩妈妈一脸笑意地跟他闲聊着 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还主动跟他承认了错误 说上次是自己太过分了 转头却说都是恩江惹的祸 跟你次元并没有关系 还说如果海洋说话有不对的地方 让他多忍耐理解度过这次难关就好 他请求次元好好想想 随后他又买了礼物去见了次元父母 并卑微地跟女人道歉 恶婆婆却嘲讽他这把年纪还要化妆 甚至说韩牛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韩妈妈希望两人能够让步 如果愿意他就让一切恢复原状 因为他不想海洋整晚都睡不着觉 第二天海洋从次元姐姐口中知晓了此事 询问海洋跟韩妈妈是不是一样的想法 海洋却果断拒绝 财阀老头为了次元操碎了心 恶婆婆却觉得很正常 毕竟他们早就覆水难收了 还告诉丈夫儿子本是大着呢 喜欢他的女孩都排队到国外了 而海洋联系了次元让他直接把密码换掉 不要让妈妈再去他的家里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没有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 次元很失落又想起了恩江的话 于是半夜将恩江约了出来 决定要好好跟他走下去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 男人提出周末就带他回家 并承诺身份问题会帮他解决 恩江终于等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第二天 恩江收到了教育厅公务员的录取通知 他兴奋地手舞足蹈 因为韩国的老实工资较高且地位尊贵 还能接触到各种上流社会的家长 他本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富家闺蜜 却想起对方已经跟他绝交 恩江感叹事事难料 回家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 一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 开心地为他举办着祝贺大会 但更令他期待的是 今天终于迎来了周末 是次元带他见家人的时间 几人依然嫌弃他的家庭条件 可刚坐下男人便说要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母亲以为是女人怀孕的事 此话一出恩江也惊掉了下巴 次元却称恩江考上了教师资格 恶婆婆几人立马变了脸色 恩江心里非常享受这样的眼神 并且他也有了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资格 财阀与儿子确认是否做好了决定 毕竟海洋的事还没处理好 于是他将时间定在了一年后 次元只是想让家里知道自己的想法 并不着急着结婚 等出来后次元却问何时去见他的父母 恩江听后慌乱了一秒 接着说最近准备搬新家 明年结婚的时候再去家里 男人好奇他父母会是什么样子 可爸爸是次元老爸的司机 妈妈就是财阀家里的永远 恩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突然次元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原来是为他买了名牌的服装 毕竟现在是财阀少爷的妻子 还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师 为了回敬男人的礼物 恩江请他去吃烤牛排 可他还不知道的是 此时海洋正与妈妈在这里吃饭 海洋抬头看到了曾经的好友 一看就是个爱说闲话的老嫂子 果然对方故意大声说着他的遭遇 还说早就提醒他防范那个闺蜜 结果现在被弄得这么惨 周围的人听到后开始了讨论 海洋实在受不了这种丢面的场合 拉着母亲就要离开 可在门口遇到了来吃饭的恩江 顿时又点燃了寒妈妈的怒火 海洋见状只能赶紧拉着妈妈离去 而恩江刚坐下就听到附近讨论自己的声音 更有射牛吃瓜群众出来指责恩江 眼看如此 次元只能将他先带出去 大妈却说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影片 逃跑有个屁用 恩江此刻默默地哭了 试想哪个女人愿意被这样说呢 妹妹得知后骂她愚蠢 因为影片的传播力超乎她的想象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她工作的事 果不其然 这天她在上课时突然冲进来一群家长 抓着她的头发就要把她赶出教室 恩江突然惊醒过来还好只是一个梦 可俗话说或不担心 因为她最大的秘密也即将被发现 这天海洋与母亲买菜时 却看到之前的庸人与司机在一起 还有那个去过家里的会计 她顿时看出了几人的关系 如果到处能听到说她做假的话 就连往日的老客户也找她退伙 因为破产的公司已没有了保障 不过很快警方联系说 他们抓到了伪造她珠宝的人 并从警察口中得知 自己的设计图 竟都是恩江提供给的对方 起初她不相信 可随着各种证据的出现 她知道自己一直都被当成了智障 二十几年的闺蜜 已经陷害她到破产 她不再选择忍让 发誓要疯狂地报复两人 第二天海洋早早地见了次元 并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 感谢次元曾经为她做的一切 她告诉男人自己不想失去她 所以暂时不要做离婚决定 而她这样做的原因 仅仅只是为了复仇 接着她给恩江发了短信 以解开误会的理由 邀请她去旅行 海洋却让她听了一个奇怪的案件 女人将三十年的闺蜜残忍杀害 死前曾被对方约去旅行 作案手法是在饮料里放了药品 接着将对方拖去了海边 突然海洋让她喝咖啡 可恩江拿的时候 海洋却发现里面竟有一把刀子 海洋解释是用来削水果的 可她记得海洋吃苹果并不削皮 她颤抖地倒着咖啡 本想让海洋先喝一口 却不料对方说不想喝 她意识陷入了困境 解释出发前已经喝过了 海洋却戳穿了她的心思 难道怕自己在里面下毒吗 可恩江却说相信她 她愣住了 现在到底喝不喝呢 海洋又会不会有胆心呢 无奈最终她举起了手中的杯子